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2021年行動支付的信用卡通整 有一張信用卡默默無名 竟然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號 並且在指令行動支付上面 都可以享有8%的現金回饋喔 哈囉我是虛擬 今天想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2021年行動支付的信用卡推薦 沒錯很快又來到了2021年的 評比系列啦 我相信這個系列應該都是大家等非常久的 今天會來跟你們分享兩種信用卡的類別 一種呢是行動支付的禮名卡 而第二種則是一般的信用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說你想要接收更多有關信用卡 或是理財的資訊的話 要記得先按下訂閱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設定全部提醒 這樣子有最新的影片 在第一時間就會馬上通知你喔 今天要來分享的信用卡 有幾張只有公告到今年的2月28號 所以呢 如果說他們後面有更新的話 我會馬上再拍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以及通證的 首先要來跟你們分享的信用卡 主要是在於指定行動支付上面 可以想有高回饋的信用卡 基本上會是以行動支付聯名卡為主 首先第一個呢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台信接口聯名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如果說你想要利用接口支付得到回饋的話 它的條件就是你必須綁定接口支付 並且需要在當月利用這張信用卡實際刷卡一次 還有呢需要在晚上6點以及12點消費 另外最後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單筆消費滿100元 而它呢在一般通路可以想有 4%的接口幣回饋 其中加碼3%呢 每個月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可以刷到1萬塊 如果說你今天在接口支付上面繳費呢 一樣是可以想有4%的回饋 接下來你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費呢 則是可以想有6%的回饋 一樣其中加碼3% 每個月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可以刷到1萬塊 而另外在指定通路上面加碼3% 則是回饋無上限 並且不受限於6點到12點這個時間規範裡面 接口支付的指定通路包含的7 全家星巴克 微風以及其他詳細的部分 我一樣會放下面資訊 有興趣都可以點開觀看 而這張信用卡的回饋呢 都是屬於接口幣的回饋 而接口幣呢 在每一筆消費最多只能折底30% 接下來要有一個點兒分享是 玉山拍錢包信用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2月28號 如果說你今天綁定拍錢包的消費 可以在一般通路上面可以想有4%的PB回饋 其中加碼的2.5%每個月回饋上限是4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1萬6千塊 如果說你今天利用拍錢包繳費 一樣是可以想有4%的PB回饋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費的話呢 則是可以想有5%的PB回饋 一樣加碼的2.5%每個月回饋上限是4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1萬6千塊 它的指定通路包含的 P4旅遊台灣大車隊有無外送 那它在2021年的時候又恢復了已經只要綁定拍錢包 並且在P10上面消費就可以想有5%的PB回饋 所以如果說你手上這張信用卡還有持續在使用的話 在今年2月18號之前在P10上面都可以想有5%的回饋 其實還算是蠻不錯的 接下來下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星光環宇現金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雖然說這張信用卡並不是行動支付的黎明卡 但是它在特定行動支付上面還是可以想有蠻不錯的回饋 這張信用卡如果說你今天利用指定的行動支付消費 可以想有3%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2%每個月有回饋上限是500元 所以可以刷到25000塊 它指定行動支付包含的ApplePay GooglePay LinePay 以及其他詳細部分我會放在下面這選 而它另外一個最厲害的部分呢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綁定FamiPay消費的話 則是可以想有10%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有回饋上限是1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1000塊 而FamiPay厲害的地方其實我在去年也提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你今天利用FamiPay綁定這張信用卡 在全家繳費、消費或是繳稅 都一樣是可以想要回饋的喔 接下來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玉山Uber 這張信用卡呢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2月28號 你今天早在網購或是行動支付上面消費 都可以想有3.8%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6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15789塊 如果說你今天利用指定的感應行動支付 在四大超商消費的話則是可以想有5%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4000塊 而指定的感應行動支付包含了 ApplePay、GooglePay、SansungPay、GamiPay、PhoebePay 以及HamiPay 但是這張信用卡不管是在網購或是行動支付上面 其實都算是買萬用 因為它通路真的非常非常的廣 只是有點可惜的是它目前只公告到今年的2月28號 接下來下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就是 Richard GoGo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2月28號 你今天只要在指定的行動支付上面 都可以想要6%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的2.5%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5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2萬塊 而另外加碼的3%在今年1、2月的回饋上限是500元 所以可以刷到16666元 它指定行動支付包含了 接口支付、LinePay、Pi錢包、台信Pay以及iCashPay Richard GoGo卡我自己已經介紹過超級無敵多次了 那其實它除了在行動支付上面可以想要6%之外 你今天在周六在指定的網購通路上面消費 一樣可以想要6%的回饋 那它指定網購包含了 蝦皮、PiC Home以及Momo 還有呢Richard Mart 這張信用卡在去年下半年更新之後 它的討論度有再次的被拉起來 只是目前比較可惜的部分呢 就是它只公告到今年的2月28號 所以呢在今年年初還是必須密切關注的一張信用卡 接下來下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是 華南i網購生活卡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號 你今天在網購或在行動支付上面消費 都可以想要2.5%的現金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有申辦電子帳單的話 每個月有回饋上限是250元 所以可以收到1萬塊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沒有申辦電子帳單的話 每個月有回饋上限是150元 所以可以收到6000塊 而它呢到6月30號之前 如果說你今天是有申辦自動扣腳的話 就可以再額外加碼1%的現金回饋 而每個月有回饋上限是1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1萬塊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已經有符合條件的話 在1萬塊也不管是網購 或者是行動支付上面 都可以享有3.5%的現金回饋 另外如果說你今天綁定接口支付 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費 則是可以享有8%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2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2500塊 那它指定通路而包含了7、 全家、OK、萊爾夫以及美聯社 張信用卡今年的回饋是有所更改 它的新戶呢 已經不再享有最高6%的現金回饋了 而這張信用卡另外一個特質就是 它的網購認定的條件 非常非常的寬鬆 所以啊 不管是在網購 或是在行動支付上面 都是可以享有還蠻不錯的回饋 接下來下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 是彰化銀行的買樂現金回饋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你今天在指定的行動支付上面 最高是可以享有6%的現金回饋 它指定行動支付包含了 台灣Pay、GooglePay、LinePay、 接口支付、拍錢包以及悠遊婦 但是呢 這張信用卡在指定行動支付上面的回饋呢 是屬於階梯式的回饋 首先你今天的消費在3000元以內 是可以享有3%的現金回饋 而在3001元以上 則是可以享有6%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27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6000塊 如果從你今天都把這6000塊刷好刷滿的話 其實你的平均回饋就只有4.5%而已喔 而它還指定行動支付上面的回饋是不包含這張信用卡自身的回饋 這個活動會在每個月1號早上8點開放登陸 但是呢 它是沒有任何名額限制的 如果說你今天再加上這張信用卡自身回饋的話 在國內的行動支付消費 平均最高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如果說你已經是利用台灣Pay 或者是GooglePay 在國內的平均最高則是可以享有7.5%的現金回饋 但是這張信用卡自身回饋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如果說你在下一期的帳單沒有消費的話 它的回饋就會自動歸零 而至於這張信用卡詳細的介紹 我之前有拍過影片 我會把影片放在上面有興趣都可以點開觀看喔 接下來下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花旗現金回饋plus泰金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號 你既然只要在3月31號之前透過連結申辦的話 就可以在指定行動支付上面享有10%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8%在前次期的帳單總回饋上限是10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收到12500塊 它指定行動支付其實也非常的多元 像是Apple Pay、Sanson Pay、Line Pay、接口支付 以及其他詳細的部分 我一樣會放下面資訊 有興趣都可以點開觀看 而這張信用卡在一般消費上面 只是可以想要2%的現金紅利回饋 那如果說你要繳保費的話 一樣是可以想要2% 而它每年回饋上限是6萬元 所以可以收到300萬 但是這張信用卡的現金紅利回饋 你必須以300元單位 並且手動去兌換才可以折抵帳單 但是這張信用卡已經共用到今年的年底 所以如果說你還在選擇一張信用卡的話 這張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凱基銀行的摩拜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已經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號 你今天在指定行動支付上面 都可以享有8%的現金紅利點數回饋 而這8%的回饋是屬於迪加斯的回饋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這張信用卡自身享有的 0.7%紅利現金回饋無上限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則是5%的刷卡金回饋 每一季的回饋上限是200元 所以就多可以收到4000元 而接下來第三個部分則是2.3%的現金紅利回饋加碼 每一季的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就多可以收到13043元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點複雜 因為它裡面分成了兩種回饋 第一種是現金紅利點數的回饋 而第二種則是刷卡金回饋 反正簡單來說 如果你想要得到這8%的回饋的話 你就必須把每一季的消費控制在4000元以下喔 它指定的行動支付包含了 Apple Pay、Google Pay、Line Pay、接口支付 這行動支付的回饋是需要每一季登錄 但是它是沒有名額上限的 雖然說它的8%回饋 每一季最多只能刷到4000元 是有一點點少的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消費就不是那麼多的人 我覺得這張信用卡也是一張非常值得申辦的信用卡 除了在指定行動支付上面可以想有8% 你今天在指定的百貨公司 或者是電腦飯店他們推出的行動支付 一樣是可以想有8%的回饋的 其中加碼7.3%現金紅利回饋 每一季的回饋上限是6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8219元 而它指定百貨公司 或者是電腦飯店推出的行動支付 包含了101、微風、精湛、環球、成品生活以及家樂福 那這個活動一樣是需要每季登錄的 前面跟大家提到這張信用卡現金紅利典所有回饋 你必須以300元單位手動去兌換並且折抵帳單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這張信用卡已經公告到今年年底 所以如果說你在找一張行動支付回饋還不錯的信用卡 而且你本身消費又沒有那麼高的話 它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又或者是你很常在指定的百貨公司或者是指定的量販店消費的話 它一樣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最後一張要來跟你們分享就是 永風必備卡 它在特選加碼的部分則是公告到今年的6月30號 如果說你已經達到董會等級 也就是說你已經有兌換等值台幣1元以上的外幣 你在國內就可以想要2%海外可以想要3%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1%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6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6000塊 如果說你已經有持有大戶數位帳戶的話 在指定的行動支付上面只是可以想要8%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6%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6000塊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有一般帳戶的話 在指定行動支付上面則是可以想要7%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5%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3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6000塊 如果說你已經有達到超會的等級 也就是說你有兌換等值台幣10萬塊以上的外幣 你就可以想要國內3%海外4%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2%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1500塊 所以你可以刷到75000元 如果說你今天有大戶數位帳戶的話 在指定的行動支付上面則是可以想要9%的現金回饋 其中加碼6%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600元 所以可以刷到1萬塊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大戶數位帳戶的話 在指定行動支付上面只是可以想要8%的現金回饋 而其中加碼5%每個月的回饋上限也是600元 所以就可以刷到1萬2000塊 所以我這邊會建議大家如果說你想要在行動支付上面想要高回饋的話 一定要記得去申辦永豐大戶的數位帳戶 如果說你還沒申辦的話 都可以透過我的推薦連結進行申辦 那永豐必備卡的指定行動支付其實也非常非常多元 像是Apple Pay、Google Pay、Sansung Pay、Line Pay、Garami Pay以及FITB Pay 但是在今年它已經排除了接口支付 這個部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但是因為這張信用卡你必須兌換等值台幣的外幣 才可以想要等級的提升 我這邊會建議大家不要為了信用卡回饋而一股腦去兌換那麼多的外幣 因為現在台幣不斷的升值 你有可能會有會查的情況出現喔 這個部分絕對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這張信用卡並沒有手刷底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從永豐JCP或者是永豐Sports卡開始申辦 先拿到手刷底500塊之後再申辦這張信用卡 這樣你的回饋才會最大化喔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2021年行動支付的信用卡回饋統戰 如果說有什麼漏掉或者什麼講不清楚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是在下面留言補充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按鍵包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我每次上線的影片喔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叫會員幫助我創作更多精美優點的影片 我是虛擬我們下次再見囉 白布 我覺得四格半年又再拍一次同整就覺得 喔又有一種馬上又過了一年的感覺 然後這支影片我真的拍超久的 因為我會覺得好多東西要講 可是我又不想講那麼詳細 我怕大家會覺得時間太長 可是我會希望盡量去整理更詳細的東西給大家 就是不管是 欸這張信用卡回饋多少 或是這張信用卡有什麼陷阱 我希望都讓大家一次知道 而不是說你只要利用行動支付最高可以幾% 可是你不知道要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整理裡面 我會希望說 欸你知道這個回饋怎樣哪可以最大化 並且你要注意怎樣的缺點 這才是我想要整理給大家的初衷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其實 我換髮型了 就是我昨天有去燙的頭髮 那其實我一直以來都還蠻想要嘗試各種不一樣的髮型 就是我都全全交給設計師使用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新髮型的想法是什麼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說你還有想要知道有什麼評比系列的影片的話 也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會有什麼評論